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哇 今天晴天了 这是最近三两天吧 三四天最好的一个天气了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钟 这里是忍山镇的芙蓉村 昨天晚上我过来露营以后 又下了一场大雨 车子估计都淋得够像 估计它满了这里面 哎 还没有水呢 可以可以 昨天晚上的露营地 一个大舞台 要没有这个舞台的话 昨天晚上 肯定没法露营 一直不停的下 这回是天上 终于是稍微晴一点了 还是多雨 有点雷震雨 但应该是没有大碍了 昨天晚上到这里的时候 是晚上的一点钟 坐得太晚了 我感觉今天好像 我还有一点没有休息过来 有点精神不振 眼睛涂 眼睛涂 太惨狠了 太惨狂了 洗漱一下 被咬的身上全是包 你看 这么大的烘痘 还有腿上 隔着衣服就咬 太惨狂了 都是那种 花蚊子 黑的 但是蚊子咬人 特别特别的痛 这个天 还没晴几分钟呢 这又变天了 阴上来了 看那边 那大片黑云 看着是 还要下呀 就早上晴了一小会 现在有七点半 将近八点钟 什么地方 马上 这算是 大伤 小叶子 也是 明镜 看着 昨天晚上买的茄子 把它炒一炒吃了 刚刚又下了一阵雨 刚停了一段会儿 还下不 看这个样子好像还要下了 这个茄子还行 没老 这今天皮好薄啊 倒点盐吧 倒点盐吧 这天呀 天又要下雨 高倒点盐 又开始下了 就没停下来啊 看 这眼没画了 我真的服了 不要了 这么多太咸了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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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半瓶 煮泡面炒茄子鸡蛋吃饭吧 还行哈 这可能是在广东的最后几天了吧 今天我想了一下准备离开广东 然后去广西玩几天 再进入云南 准备去进行饼叉茶 今天是21号 20号饼叉茶正式通车了 是进一道最南路线 在横断山脉最边上 这个路的话好几年了吧 前些年出了事故 然后那条路就封了 一直到现在今年的5月20号刚冲车 最近几天 广东老下雨天气一直不好 而且进入广州以后 露营地不好找 像城市嘛 露营不方便 要乡下还行 我马上就进入城区了 再走个三四十公里吧 就进入快进入深圳了 这还属于是惠州 所以说接下来我就不再广东提醒了 吃完饭以后 是个时候是前往惠东南站 然后那边有车子 我去租个车子 有可能会在广东待几天 因为有朋友 可能我们可能好久没见了嘛 聚一下 然后我再前往广西 前往广西的话差不多有800公里 要是直线的话也有600多公里吧 到广西 近列肯定是近 我说的是到防尘港 防尘港市还有800公里 就走沿海的情况下 而走邪热的话 估计就600公里 这两天 广东下完雨以后 就开始升温了 30多度 所以说趁着凉快 然后去中原边境 孔岸去玩一玩 我打算去东兴 等两天 今天把吃上的 所有的吃的全部吃了 就不买了 吃完饭 时候东西就准备 前往广东市吧 行 然后应该是待一天 然后再前往广西 因为整个孔岛 我旧盛品啥啥没走了 要是走完的话 要算是整个西藏圆满结束了吧 其实还有一条没走 但是要开车才行 西津的话 不适合 因为路程比较长 像就边境的一些线 只能没去 到处再说吧 先把七星路线走 这个孔岛是五月费嘛 我去到六月费至七月费 那时候应该是天气最好的时候 所以说正时候走西了 今天这个雨是真大呀 哎呀 哎呀 跟泡水一样 真是大雨 有点怕人 现在是 6点16分 听外面的雨声 下暴雨啊 我睡了一下午了 就是没停这个雨 从中午开始下一直下到现在 今天我看应该是触发不了了 你看这雨水 哇 暴雨 今天可能要在这里休息了 我得找个 商店 看看没点东西呀 要不然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哇 车子正好 冷一点点 其实还可以再往里面再弄一下 反正多少有点淋湿了 哎呀 哎呀 这么沉 哎呀 踢不动了 就只能这样 淋一淋吧 哇 这一天的暴雨这怎么弄 哎呀 真是一劲 没有商店哈 确实是没有商店 我很确信的说 这个天气一暴是绝对的不准 太不准了 说好没雨了 说好没准雨的 这是一天 说了大雨就是 中雨要不然就暴雨的 这一周 广东好像是全部都是下雨 又进入雨季了 先等等看看吧 什么时候停雨 我看看回到 活到边上看有没有商店什么 买点泡面回来也行啊 这村子没有卖的 要不然今天晚上只能饿了 水的话还有这么一点 今天我把那个泡面全吃了 两包泡面加茄子加鸡蛋 早之后又留点了 我本身想今天下午出发的 谁知道下雨一直下到现在 还没停这么大的雨 所以说走也走不了了 就只能呆着了 也现在呆着了 这会雨小了 但是还是在下 就出去吃点东西啊 小雨一直没停 我看看找个超市吧 一里路左右有个超市 我骑着车子去买点东西 买点面包啊什么的 要不然今天晚上没得吃了 我想等雨停 我看这个雨是没得停了 找到一家夜宵炒粉 跑到公路边上来了 老板炒粉 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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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有粉 有粉 有面是吗 有粉 有和粉 炒和粉 炒和粉吧 在这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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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辣椒 微辣吧 再做一下做一下 多加点粉 好 拿瓶啤酒 挣一点好爽 我炒20块钱一份好 这块炒多的话 85块钱一份 对啊 都要了一点 20块钱 25块钱 这个粉 啤酒5块钱 25块钱 总比吃泡面强 今天吃了一顿泡面了 不能再吃了 这是晚饭 炒河粉 嗯 有两个 没放盐 来点酱油 尝尝没有盐味 这回稍微有一点点盐味了 我吃羊梅劫 我吃羊梅劫 你说我犯神经吗 哎 你刚才吃个饭 跑一两公里 第一 将近 一公里多 我估计 这我露营的地方 就是这个小广场旁边 做一个阿美小吃店 你看小吃 我还到处找小吃呢 我这 哎呀 我真是服了 我回来的时候 我一看 咦 怎么有人呢 哦 原来有吃饭的地方 就在村委会旁边 你看我露营的那个小帐篷 就这么近两步路 主要是它也太隐蔽了 我也没注意这个小巷子 今天 下了一天的雨 早上的时候 晴了一小会儿 然后中午 开始下的 应该是下了一下午 也行 好久没有休息了 正好休息一天 明天的话就离开厚州了 直接出发哈 我看看应该是直接出发去广西 嗯到时候我研究研究 走不走沿海吧 要走沿海的话 那我就 嗯租个车子 开车 嗯穿过去 就下面还有两个地方没去 湛江以前我都去过 嗯 广州以前我也来过 东莞的话好像是 没去 因为城市马毕 这一大片带往下走 城市群了 不好露营 所以说我就不在这边待着了 嗯也就不骑自行车穿了 然后就直接开车过去吧 明天多多个车子 嗯南站的话 离这边也有一个 十几二十公里 那边有渡车的地方 嗯渡个车 看看应该是走高速吧 或者是什么 就直接往前走 嗯前往往西方向 今天就到点休息 明天希望别再下雨了 再下雨还躲不了 看一下天虚过哈 我估计应该差不多 不下了 明天还是下雨啊 这一周之内哈 全都是雨 哇 这蚊子太猖狂了 哇 直接就上口啊 哇 最近我在广州上面 差点被蚊子活吃了 那蚊子都那么大 那么大 那么大 那么大大 反正挺大的哈 有大的有黑的 反正就 还有那个蚊子 也 就只要贴上就要 全都是点点 我总算是见识过 这个广东的这个蚊子了 太狠了 有点快 我没上市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